北京时间10月26日,欧冠小组赛第五轮首个比赛日,梅西和姆巴佩分别二球二助攻,内玛尔破门加造乌龙,如今莱比西在生死占用一场4比0完成复仇,梅西毫无悬念当选官方全场最佳球员。 他自己打进两球的同时,还助攻了内玛尔和索莱尔破门。 35岁0123天,梅西成为了欧冠历史单场22传的最年长球员。 最近三场欧冠比赛,梅西贡献4球3助攻,本赛季各项赛事出场16次已经打出11球12助攻的数据。 据统计,他是本赛季欧洲五大联赛首位进球和助攻军上双的球员。 在欧冠层面,梅西已经打进了80个小组赛进球,比C罗多7球。 而在欧冠总进球数上,梅西也已经打进了129球。 现在跟历史射手王C罗只剩11球的差距,C罗的欧冠进球记录恐怕是保不住了。 在7比2大胜海法马卡比后,以11比4拿下首局,陈梦防守和护台做得更好。 所以他们大概率能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16强。 伯努奇后点铲射空门得手,游文扳平1比1。 梅西外脚被撩射破门,大巴黎1比0领先。 第67分钟,阿尔米龙左脚都射左上脚破门。 随后陈梦开始疯狂追分,缩小差距,6比7打停对手。 梅西助攻内马尔破门,大巴黎在短短16分钟内连进三球。 第103分钟,巴索哥打进这一季绝对异上的压哨点球。 海法马卡比仍然落后1比3。 第43分钟,接应姆巴佩的传球,梅西在湖顶位置冷静扣过防守球员后远射破门。 韩菲尔虽然不断追分,但陈梦展现出强大的实力。 海法马卡比8比分改写为2比4。 第63分钟,阿什拉夫右路船中,姆巴佩再次拉出一季弧线球,大巴黎5比2领先。 第66分钟,内马尔左路溜底线船中,导致哥德堡打进乌龙球,大巴黎6比2领先。 第83分钟,梅西到三脚回船,索莱尔跟进抽射破门,收获在大巴黎生涯的手球,同时帮助大巴黎锁定7比2的胜局。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,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点击右下角,订阅收藏不迷路。 最实际的目标就是逐渐恢复身体和静忌状态。 真?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,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点击右下角,订阅收藏不迷路。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点击右下角。